多方觀點 不同視角 PUB狀新聞 龍姐 雖然在這次的這個選舉當中 沒有真的當選 但是他的表現已經讓大家覺得非常的驚豔 龍姐早安 大家早 各位網友 老早 大家早 好 那我想問一下龍姐 這一次在台南的這一場選戰 給你最大的心得是不是 不是不可能 只要拼盡全力去做 有可能會把綠地變藍天 你覺得看到了那個機會跟曙光對不對 對啊 但是剛開始 其實我就充滿信心了 因為我理解翻轉的重點 因為南部啊 高雄 屏東 台南 嘉義 這些龍魚是很重要 雖然他們不是票數很多 可是龍跟魚這邊能翻轉 那整個就會翻轉 那票數不多 為什麼他翻轉 整個會翻轉 因為你看他賺的面積很大 人口很少 可是幾乎啊 北漂的 外流的 到城鎮去的 都是從這些派探家的所在 比如說 北門 學家 總軍 馬島 七國 那長期在這一塊啊 國民黨幾乎全軍覆沒 大概拿的選票都不到三成 馬英九最強的時候 也拿了28%而已 那你這一次呢 那這一次就變成在北門 我就逆轉勝 這是一個很意外的 北門的地區啊 我贏了一千多票 那當然這就跟這個 太陽能光電有很大的問題 那再來其他就是區骨 我拿了將近 我拿了40% 還有其他的幾個區 學家也一樣 拿了40幾% 因為我去跟他們溝通的時候 我都跟他們說 拜託的 你們只要給我40%了 你們給我拿過40% 我就動算了 我那時候都算好了 後來他們答應我35% 我差5% 因為不可能啦 我們這裡拿35%就很好啊 馬英九都才28%了 對對對 所以 我讓大家拚一下 那因為我去了解整個結構 我就去 後來在學甲他們答應 這樣如果39%了 你一定是太騎了 老實說 對對對 就是說 那他真的出來 那包括 那真的開出來吃39%了 超過 超過 他大概已經39%了 所以開完票 他們就卡定了 說你掉了啦 我說我 因為我們這裡都已經 因為超標了 打標了嘛 吼 那你當時算得太保守了 沒有啊 就是說 因為這個是有一個表面張力嘛 一樣嘛 你要拉到 九尾會破的 那 為什麼我跟他們 可以 談到這樣 就是說 第一個 農跟魚 像什麼 麻豆 他們 你看他還在打什麼 文旦之亂 我真的有夠 好笑 後來我就沒辦法 我就直接去直播 你說沒有 沒有 我就 播給你看了 後來這次麻豆呢 他們說還是輸在麻豆 麻豆我輸了5000票 阿扁的故鄉 對 實在是阿扁的 綠到不能再綠 對 但是我也拿了將近35% 你這個台南第一戰農 比馬英九這隻戰馬強很多耶 沒有 因為我在這裡 他有他的 跟我在地 當然我一點 我跟這些農漁民朋友 我直接面對挑戰就是說 不管農或是魚 包括他們 文旦在收購 我打破了 政府在中秋節以後 還在收購文旦 為什麼 他們感受到壓力 因為農民在那邊排隊 繳交文旦 農會代理收購的時候 我去關心 市長沒有去 他們一個一個跟我談農業問題 文旦的產銷問題 我都不必看稿 我就跟你說這問題 他們也知道我過去幫過他們 可是我被汙衊了 那個200萬噸 丟到真文水庫 根本不是我講的 所以 然後後來他們還是 買字路性的新聞來打這個 我本來是要靠那個記者 我還以為說這個是幾年前選舉的東西 為什麼現在又跑出來了 因為他們很怕麻豆翻了 麻豆翻就翻了 因為他是一個真文區一個相當代表性的 所以 所以 所以你像是主公麻豆啊 對啊 我這一次後來我也又回去麻豆開了酒廠 作談會嘛 就是我就說 放給你們看 後來我說 我幫你們麻豆人做這麼多 做到老冬 阿鳳貓到老冬 所以他們願意 你拿我出來說嘛 就不是這樣嘛 所以 一個選區 成長 尤其在麻豆成長5% 我講的成長5%是 比我 補選的時候 你補選那一場已經打得很接近了 很接近了 我這一次又成長5% 你比跟郭國文打那一次又增加了 又增加5% 所以 不是不可能啊 你看到了很多這個 翻轉的契機 對對對 那當然 不過我要問就是說 你剛才講農漁民是關鍵 至少在台南這個地方 就基層民眾的這一些 最關心的相關的議題 就農漁民會關心自己的生計嘛 那你覺得這個跟什麼石斑魚啊 這些 兩岸政策上面的這一個民進黨執政之後 所做的這個走的這個路線有關係嗎 有 所以他們不斷用 撒幣補助的政策嘛 所以你看神祭 不才會說你 你這個錢就亂用嘛 就是 你這樣 斑斑有石斑 還吃不到石斑耶 這個 你這個補助已經浮爛到一個成分 農民不是要這個 如果你能懂得 珍惜這些資源 譬如說 從去年到今年 我們的雞蛋一直不穩定供應 一直在漲價 那為什麼 你不提升我們的養殖環境 你拿兩塊錢 三塊錢去補貼 蛋農 那蛋農 陷入這種惡性循環 飼料漲價 然後他的養殖成本提高 那為什麼 會供應 供銷 會有問題 第一個 因為你知道我們每年 候鳥他會來這邊過冬 候鳥來的時候 他會帶來情有感 所以那個雞蛋就只有這個就是這樣 我旁邊就都尾魚腳 有外來的 腳在天上把你放下來 你外公 你就傳染了 整個雞蛋就聾了 我們先進一下廣告 再來請教龍介 到底有沒有可能 從北港系繼續推進到高頻系 下一次的選舉 回到POP狀新聞 剛剛這個龍介提到 看到了很多在南台灣 並不是鐵板一塊 就是 綠營是完全不可撼動 你看到很多的契機跟曙光 那這一次的選舉 民進黨真的選得很差 那已經退退退到北港西了 那接下來呢 就可能就是嘉義士 這個 這一個後 延後選舉的狀況 看起來黃明慧也是非常的穩 所以未來也有人說 就譬如說那個游盈榮就說 喔你們民進黨 如果在這樣子選下去 這樣子不關心 基層民眾關心的問題的話 可能會退到高頻系 因為這次你們南部 包括你 柯智恩 這個蘇清泉 都打得非常非常的漂亮 他們講 就是 不可能的事情 不可能 我在選的時候 日本人跟我說不可能 他說你們現在國民黨 你們議員比較幾個 15個而已 里長才30幾個 用國民黨 600多個里長 你們才三 三十幾個 藍的 600個裡面就三十幾個藍的 國民黨大概就三十幾個 五黨級很多的 然後 什麼資源也沒有 你不會贏 你沒聽我的腳 都沒有 我說我會贏 為什麼 他說為什麼 我說你講的這一些 現在的民進黨 就是國民黨以前一把抓 黨 政 軍 媒體 通通我們的 里長有90%以上 都是我們的 議會有85%以上 都是我們的 結果失去政權 還是政黨的問題 還是反對 就是因為你絕對權力 當你 走路絕對腐化的時候 民心是會改變的 何況 南部本來台南就是所謂的民主升低 為什麼 民權路叫做台獨街 台獨人士幾乎都是從這裡產生的 民權很重要 所以 這種人民渴望這種民主的發展 其實民主是中華民國最大的一個 裝備武器 你要兩岸對抗 你 這個火箭 大炮 什麼 飛機 說實在的 在軍力 這麼懸殊 你看很不了 可是 當你的民主真正 成熟的發展 那我想 中國大陸 中國大陸的政權 他也不得不正視 台灣這個制度 他的成熟 那如果你今天的民主是被扭曲的 其實就是 老共最喜歡看到你這個 被扭曲的民主 所以 我一直深具信心 只可惜這次是因為 如果有一個主流媒體願意關注我個人的話 你就得了 那我們也知道 他們從中央地方執政 撒了那麼多資源 而且他對媒體不是只有利誘 還要威逼 所以就變成 一般媒體也陷入了那種盲點 說 啊 先行不行 我如果不用去敵人 就因為你不行 所以弄到那裡 抱歉 紅色我的新聞 寫到讓我知道 我又把他們老闆盯的時候 他們老闆盯說 是怎麼才會弄到 知道說 走漏消息 對不對 所以這個就是說 無奈啦 如果有一個媒體 那真的台南會翻盤 可是我當告訴別人說 我會翻盤沒有人 幾乎沒有人相信 我相信就對了 只有台南市民 就像台南市民 他會相信 為什麼因為 他們遇到生活的問題就是這樣 台南的事情 只有台南人最知道 對對對 所以我是覺得說 你說歐拜 歐拜其實這個 選舉的能量是累積的 那你當為一個在野黨 早年 黨外勢力 到成立民進黨 到推翻國民黨 政權輪替 其實都是一點一滴 慢慢的累積 你不能說 灰心喪失 這個幾趴 這個幾趴 本來幾趴 基本半幾趴 我現在跟你說 現在已經43.4 有大幅度的成長 你說要累積 你的意思是說 下一場選戰 繼續跳下來打 不是這樣啦 就是說空出公 沒在收價 沒跳的嘛 那 其實我們打43.4 我已經當選了 我本來設定45.6當選 沒有沒有 42.6啦 42.6 42.6 42.5打平嘛 就是說 原本 我目標就是打43趴 就會當選 我達標可惜 就是主客觀的 因素 差一數啊 我本來是剩 其他三個候選人 拿15趴嘛 三個候選人如果拿了15趴 那就剩下85趴 我們只要42.6 就贏了 但是因為其他的候選人拿太少 他們只拿了大概9趴 這個是不是說 天意告訴你說你下一場 還要再繼續下場 沒有 我們這樣 我蹲在這裡60年了啦 也不再 再兩年啦 六十年 我知道 我跟鄉親什麼 然後經過一次洗禮 他們抹黑我 抹紅抹什麼 抹了大概 沒有什麼招啦 因為我 我超可憐的 我是 我 坦白說我對不去的是我家來的人 我沒怕 我如果 人出來插政筒 我日子是很好過的 那我的資產是幾乎腰斬 腰斬 但是 我 在到我太太的 你都是賣戶的 專家的就對了 對 在到太太的兩回就是 他說 沒關係 沒關係我們就 環境加勞 加分 加分有亮解 你 因為我 之前承諾他說 我只要 退休 我只要幹五年 事業 我做五年 可以吃十五年 你不用煩惱 我有那個做生意 其實我做到做賣賣 你很會做生意 我做小孩就 就這樣 我白過夜市 我做過代理酒 我開工場 我接受 我審時度勢啦 不過 因為從政以後 我們覺得 像最近我碰到很多年輕人 為什麼年輕人會轉向 之前的民調我做起來 也是年輕人 我差很多 他們公佈的年輕人 差了更多 我說哪有可憐 我做的 我剛才就不是這樣 後來有幾個民嘴下去台南看我 就跟我去逛街 他說沒有 奇怪 才會年輕人 都蓋你不錯 你不要 都看你 我說 不要你當偶像粉絲要照相 你們就看不像 你們是怎麼做廟公 對不對 黑白評論 因為很多民調 他們都是被置入的 你也沒有民調單位 你也沒有民調系統 你拿市政府的標案 你就發佈民調 我都不予置評 後來有一個綠的媒體 主流電視媒體 他就說 來問我 黃偉哲67 你16 你怎麼回應 我說 他那個記者也蠻有良心的 我說 這樣啦 88千你都沒有報 你做個民調 你就說 黃偉哲88% 謝榮介8% 我就回應你了 他都笑出來 他說沒有啦 抱歉啦 我們公司叫我問的 不然我 我就把公司回報說你不回應好了 是這樣的 所以 我是覺得 因為 個人的力量要打這種選擇很難 所以 我為什麼會深具信心 就因為像 我們現在的廣播 我們還會透過網路 媒體環境 跟以前也不一樣 對 自媒體 這個自媒體 只要有網路在 所以為什麼 民進黨 他不是不了解 他為什麼 搞一個 數位中介法 他就是要 對網路幫你射 全面封鎖 網路去射 我跟你說 就要結明了 我沒有騙你 年輕人的去結明 他們說 他當作這麼年輕的 就去背望 選後已經針對抖音下手了 沒有錯 差不多啊 我現在晚上都會直播嘛 然後跟這些 鄉親直播 我就 YT FB跟抖音 那有時候IG 也會 IG你也有上 抖音也有上 你就跟年輕人很接近了 對對對 因為之前我就跟 團隊講說 抖音 很多年輕人在用嘛 我們拍那個抖音也都很簡單啊 手機拍一拍 剪一剪就上了 所以 他不敢 下重手啦 年輕人會大反彈 對 他越搞年輕人 會 比他們越遠 越反彈 因為 你說這些是什麼 國 國防 不是你們這樣定義的 你配合美國 我說美國是我們的好朋友 但是 做朋友的好 不用做北京啦 對不對 跟大陸也一樣嘛 國民黨跟兩岸在交流 我也說 做朋友的好嘛 不用做北京 你不用去年 做老爸嘛 跟美國也一樣 跟日本也一樣 我們要展現我們自己的主體 所以我跟年輕人說的 他們最近都五歲說 這樣出賣台灣 我說我沒有出賣 我出賣台灣的水果啊 出賣什麼 不然這樣 請蔡英文 我也鼓勵蔡總統去跟 老共談啦 你把最大的利益 談回來嘛 那兩岸你不談行嗎 所以 這些媒體 你越 前置你就等於越跟共產黨越像 你走他的路子 你怎麼鬥得贏他呢 你越開放 越民主 然後媒體越蓬勃發展 那共產黨他是前置媒體 比你嚴格一百倍 所以如果你要走他的路 你就叫小年人跟你搶了嘛 你對自己怎麼會這麼沒有自信 你怎麼會對年輕人這麼沒有自信 他用一用抖音就會被統戰嗎 賣來這頭啊 不過你剛才有講到這個八八這個神級數字 這個八十八槍 的確大家會覺得說 台南 民主勝地發生這種事情 可是呢 這一個民主政黨 民進黨感覺好像沒有看到這個事情 那八十八槍這件事情 又跟你剛才一開始做的這個選區的分析 有兩個地名很有關係 那個北門的光點 雪甲的爐渣 對那這兩件事情 跟你在這裡的得票 你覺得是不是有關聯性 有 然後開槍以後 他就說是爐渣問題 也有人說是光點利益問題 好 容易我們先進一下廣告 再回來談這件事 回到POP撞新聞 我們繼續跟龍介來談台灣的治安問題 甚至是所謂的黑道治國問題 在台南的八十八槍 在台北的八八招待所 這個八八這件事情最近是很熱門的話題 然後民進黨就是大規模說要掃黑啊 掃什麼網咖啦 掃什麼酒店啊 其實大家都說 你該先掃一掃中常會裡面 是不是有問題 不是嗎 這個八十八槍開了以後 然後就一樣的民進黨 裡面有一派要趕快破案 有一派不要破案 然後現在導臣有一派被開槍了就 他去做了筆錄了 本來不做 他好像近期去做了筆錄 他是說 郭信良找人來開槍 哇這個指控就很嚴重 郭信良找人來開鍋再親 郭先生對郭先生開槍 郭先生好這個雙鍋之戰嗎 然後就變成扯到議長局了 那因為大家都知道郭先生 哪一個鍋 就是郭再青他們 跟邱莉莉要奪回議長 那我們在選舉的時候就有聽到 錢金是兩百萬 後謝還有三百萬 那這個調查局也都知道 我也跟他們反映這個情詞 你要趕快去辦 這就公然匯選 那我們一直要求要限期破案 好 那這個昂姑爲第一時間 就被 詢索成他好像就是兇嫌 可是 內部啊警方內部 好像就是要格殺勿論 哇開玩笑 那昂姑爲因為之前就有案子通緝了 你說誰要對他格殺勿論 就是有人有消息啊 道上有消息 對就是警方看到昂姑爲就是 要小弟頂罪還死無對證 是這樣嗎 不是這樣 那現在昂姑爲聽說 我昨天又聽說 昂姑爲 有 有跟警方通通訊息 不是我做的 不是我幹的 那他有說是誰嗎 沒有 那沒有不是我幹的 就是 溝通以後 所以 分級長拉下來 昨天又公告另外一個兇嫌 改換一個叫孔翔制 還是什麼 劇本立刻改寫 對對對 那你們 這樣子到底是什麼事 你們也不說清楚 講明白 到底是為了太陽能 這 這一次的槍擊是 太陽能的利益 或是爐渣的利益 擺不平 那 或是為了議長的事情 所以這個就是民進黨內部 當你有了權 權利 那 你權勢勾結以後 再來官商勾結 就經濟利益 再來 為了 搶奪經濟利益 要有人去顧場 那顧場 第一個警察 白道顧場 他要施工 居民抗爭 警察強力排除 這去顧場 第二個 地下的利益 就是黑道顧場 所以 已經在台南展現出來的 如果你要講黑道治國 你可以從台南這些故事 就可以整個畫面 這拍 拍一部電影 這一次的選舉 如果來拍成一個電影 一定會賣座 就是其實已經 台南黑道治世 所以民進黨黑道治黨 然後呢 整個國家黑道治國 你可以看到 當一個 普警會被 崔順史控制的時候 你要講什麼話 都是這樣 那台南市長現在我的看法也幾乎是這樣 你已經被 被控制了嘛 你說你的基金會是拿他的斗內的錢 然後你另外你選舉是拿他一千七百萬 我拔了以後他有申報說這是借款 他借款也不必抵押 我們要去貸款 我們跟銀行借錢是要抵押要房子 我問 黃市長他說不用了 我要給他抵押 哦 一千七百萬不用抵押 平坦長了就能借了 所以這個 他是被整個集團給控制住了 這對台南人是不公平的 你想的是台灣這種黑金網絡 的這一種黑暗面 那這個當然不是只有在台南 所以現在變成民進黨說 為了要撇清 所以我要全國大掃黑 我掃黑槍 然後我在選霸法裡頭要排黑 列了五個法律說 有犯過這五條法律的 不能夠參加選舉 這個掃黑是玩真還是玩假 掃黑會有一種 台價尬狗 那你掃誰 勤力的不掃 所以他就 明著是要喊著掃黑 就逼迫更多的黑道靠近 利盈嘛 不是這樣嗎 到時候看他掃誰嘛 對不對 其實 就像兄弟 什麼人聽上什麼人聽上 大家都可以探聽 那就看你掃誰 這第一個 那再來 你 這些 提案 辦法 其實兩黨 我們兩黨 國民黨就有排黑條款了嘛 黨內的提名就 本來早就有排黑條款 那你要修法 他變成法制化 你能小嗎 你你能法制嗎 那你要修憲啊 不是嗎 憲法就保障人民 參政的權利嘛 那你是更生人 那你就 規定嘛 所有有 卡到 槍砲的 卡到這個 有的其他這些條款的 通通此都公權終身嘛 你看能不能修得過 不要說一頭做一頭啦 這個麻糬人肉而已嘛對不對 你 這個都是轉移焦點 轉移焦點 轉移焦點不會改變你是黑道治國的事實 所以 各政黨良性競爭是好事嘛 所以為什麼國民黨要有排黑條款 國民黨還加一個詐欺 重大詐欺也不能提名的 所以 只是原有的 當時修這個法的時候 我是總常委 我知道 他是 法不受及既往 就是你早年已經有 那已經 現在 之後不能再犯 對 那現在要再提名的 就是必須符合這些排黑條款 已經十幾年了嘛 那是在馬英九當主席上來的時候 就修這個排黑條款 所以民進黨現在在立法院裡 搞這一套 那其實是為了要轉移 他中堂會被質疑 有黑道的這個焦點 他不必問國民黨 因為你在立法院絕大多數啦 你要怎麼修都怎麼修啦 你沒個問國民黨要不要來 舉手舉腳都沒有用的 沒有用啦 所以你要有誠意你就搞嘛 就排得乾淨一點 你排乾淨一點 再來出來 笑國民黨不敢嘛 對不對 我們黨內有黨內的提名機制 已經很明白了 這些排黑條款就很明白 所以為什麼 這次苗栗 我們會這麼處理 我們都會體諒嘛 當然 你說對議長不公平 可是不公平 黨有黨的遊戲規則 你們黨裡頭就是規定這樣 你既然有這個遊戲規則 所以你就要遵守嘛 那如果黨再去破例 為他開一個例子 那最後你這個黨就不是黨 你的規則是定著 量身定做因人設施 所以而且會讓新世代 看不到你改革的決心 所以國民黨還是符合 新世代人民對政黨 向上發展的這種 善的發展 這種期待 所以民進黨當然 去找別人沒辦法 塞進去打成頭 要放啊 快點來 國民黨來 我們都來 我們來收 不用接我們來嘛對不對 我們現在就已經這樣做了嘛 處理自己的問題 用自己去處理就好了 是啊 不過你剛剛講到黨的遊戲規則 那我就要問你 2024你們黨的遊戲規則會是什麼 還沒出來嘛 你覺得會 你覺得 怎麼做比較好 這要看領導人的智慧 處理人 所有的黨 因為現在是不是集體領導 看起來是朱立倫是 看起來沒有集體領導的 也不是他前綱獨斷 那是中常會嗎 也不是 國民黨的中常會 有實質功能嗎 在社會上的公信力 上嫌不足 坦白講現在這個階段 可是他卻是實質上的權力核心 他可以通過這個辦法 所以現在一定要有 這個智慧就 萬一你 假如說我 認為 平秀林是最能夠取得政權的 所以我現在就定一個 初選辦法 基本上 這個初選辦法就是 平秀林沒有辦法勝出了 你現在在講2020的時候 那一樣嘛 那如果我 黨有智慧就是說 我們先不定 我們先來協調 就是說各派系大佬 沒有 國民黨是沒有拍戲啦 就是說 這些 前總統 前副總統 黨主席 榮譽主席 就是說 這些大家出來 然後 現在這些諸侯 這些十幾個縣市長 就是黨主席 或這個人是前首長 就是說 每個人 黨 這個人 哪個人能贏 黨要用不同的遊戲規則 幫他排除障礙 這樣才有機會 如果你現在 這樣無私心的人才可以這樣做到好不好 對 要不然如果你現在就 我現在要定一個辦法 那其實這個辦法 機關可以很多 當然啦 按照規定是要定辦法啦 可是 權宜要讓中華民國的人民 免在於被黑金統治 所以 你就必須要權宜 設定一個 能贏的人 甚至於非黨員 也有可能 一個企業家他能贏 那國民黨就要有共識排除 那在協調 然後幫他開一條道路 就這樣嘛 上一屆 其實如果 郭台銘 早要選的時候 我記得在你的節目 最早提出來就是 沈富雄嘛 他在 16年選完的時候 17年 年初他就提了 那個時候做的民調 郭董很高啊 可是他不表態 弄到已經 搞了一個 吳敦義弄了一個韓國瑜 不排除徵招 然後沸沸揚揚的時候 再弄一個榮譽黨員 再弄一個初選 喝喝筆 抬到火腿 對不對 不知道這個悲劇 這個歷史 會不會再重演 歷史經常不斷在重演 所以 我們講都是冷靜在分析啦 但如果真的 我當黨主席 我也會 變成面臨很多壓力啦 所以就要看大家的 集體智慧 我覺得 黨主席不妨在這個時候 都拜會這一些 各方 的領導人 黨內的這些 領導人 然後 徵循哪些意見 那是不是中常會也應該有人出來 這樣做這樣的 呼籲 形成一個 先有一個共識決 不要急著要 提辦法 提辦法 然後 再來看 怎麼去 應酿這個人選 像王鴻威這一次 如果 說實在 黨不幫他排除障礙 你這樣做就對了 你不幫他排除障礙 他都還沒有去就任他 新任期都還沒有開始 他就很困難 怎麼去補選嘛 對不對 所以 這是一個問題 好 剛剛 洪介有講 就是說2024這一局 到底是現任的縣市首長 還是黨主席 還是前的現任首長 還是企業家 這幾個大家都知道在講誰 所以我們先進一下廣告 要回來問洪介他到底支持誰 回到POP撞新聞 在問你國民黨會支持誰之前 我先問你 民進黨出現的一定是你的 最佳 這個好朋友 賴清德嗎 不一定 還有 變數 有 因為 他跟 蔡總統的 之間的 信任 還沒有 取得 蔡總統應該已經放棄了 喔 未必 因為 除非 就是說 賴清德要承諾嘛 要不然他很多 風存30 你說論文嗎 大家都在 想說蔡總統現在最擔心是他那一本 風存30年的 對不對 如果 那包括當時在政大的 資料也封存嘛 對 封存就是在政大那些資料啦 對啊 那如果 總統 封存那總統就可以 解密 所以 他當然第一個就不要國民黨執政嘛 第二個 這個 因為賴清德被他搞過一次嘛 所以這一次也許賴清德會先取得蔡的諒解 就是說我 想要出來幫黨承擔了這個時候 按照道理講副總統是不能有這個聲音 被位元首 你這樣子就等於 你現在是想要串位嗎 你想要怎樣 那我當然 如果說 所以他去選黨主席就是一個 擺明了我要串位 當然啊 對 所以 他很聰明 不會去選 沒有啊 蔡英文一定會這樣說嘛 那就 請到 你如果有這個意思 沒有 你去問局勢 看看 知道嗎 去問局勢 局勢 你會記得嗎 2019年3月18 他宣佈出選 宣佈出選之前 他就去見過陳菊嘛 他就去問局勢 局勢那時候是 總統府的秘書長嘛 他就有話說了嘛 哎呦 跟大英說 三百兄弟啊 沒有停 他要停什麼 結果後來就從 一百公尺 跑到四百 四百 跑八百 一千六 最後 改成 馬拉松 馬拉松 跑到最後就累死了 所以這次 是 這樣 他就叫 說 沒有你再去問局勢 這個是很詭訣 但是 賴清德如果不在此時 接受這個挑戰 黨權旁落以後 他要從這個 提名的過程 再出現 還是一樣會有障礙 所以 2024 他本來就要突破這個障礙 好 那 你是說他先站上黨主旗的位置 對 他現在也是站 那下一波也是 早站也是站 晚站也是要站 乾脆早點站 對 那早一點站的話 當然就是整合 黨權的整合比較 沒那麼困難 沒那麼大 提名接班人的整合 如果黨權旁落 那這個 提名的變數就很大 所以你看 現在都沒有動的 就是陳建仁 鄭文燦看起來好像 岌岌可危 應該沒辦法了吧 身上有這麼多劍 所以 所以就變成 他會變成是被賴清的協調的一個勢力 因為畢竟他們是南流北流 南流北流如果能重新再整合 那再整合一個政國會 那就會水到渠成 就是合併的新潮流 然後再加政國會 對對對 搭配去選 當然 你那個配這個叫做賴龍配是不是 也可以啊 賴龍配就好 沒有問題啊 他們 民進黨是可以妥協的了 新潮流也是 從妥協中去取得政治利益 今天打的你死我活 明天還是可以簽什麼 對對對對對 所以 蔡英文 賴清德他必須要跟蔡英文說 總統 我幾年來不跟你頂檔 幾年內不會動你 那如果他跟 蔡英文取得這個默契 他就不一定要選黨主席了 那 可是蔡英文還要聽美國的啊 就是 還要跟白宮取得默契 對對對 因為白宮對 他美國跟中國還沒有現在要開幹嘛 所以對於賴清德他 總是有一點點不放心了 所以從前年開始 我們知道 賴清德就不斷透過小美琴 要去溝通 他上次去美國 並沒有拿到許可證 還沒有拿到 沒有啦 沒有 沒有 沒有啦 大家看 面試沒有成功 對啊 不然回來可能這個樣子 走路的樣子都不一樣 美國不會顧慮你民進黨的立場 顧慮你賴清德怎麼樣 美國是在顧慮 他的立場嘛 對不對 好那 龍介你國民黨你覺得誰會是最強的 現在 國民黨目前還沒嘛 你自己覺得誰會最強嗎 我如果最強的是我 我最強 我敢唱 敢拼 不敢聽到 有什麼強 其實大家 我覺得國民黨 我剛才講了嘛 要冷靜思考 那誰能出來誰不能出來 一定要有大智慧 好啦你不表態我知道 好啦 那我們就進廣告 接下來要收聽的是 黃偉漢主持的 POP TRUMP新聞 謝謝